对于Windows操作系统的话 它保存的这个路径呢 就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一个应用程度 前面呢就是我们自己定义的一个这个路径 那么后面呢就叫做Bitcoin 那么如果我是Linux操作系统呢 它就会在一个根目录下 它就.Bitcoin去安装 那么对于这个操作系统来说呢 它就是当前用户的 当前用户这个目录下面 有一个叫做Library目录 然后Library底下呢 有个Application Support这一级目录 然后再去安装Bitcoin 所以呢我这个操作系统下呢 就是刚才这么一个路径 因为前面呢先要有Udus Udus下面就是我们自己设置的 你的那个用户的账号 那么下面就是Library 到了Bitcoin 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文件中呢 我们能够看到有许多的这个文件夹 以及文件 那么在这个里头呢 大家能够看到有Bandlist.dat 只有三十多个字节 这不管我们是哪一种操作系统 这些文件都是有的 那么只不过有一些 我们可能不太去关心 那么这里头我们非常有价值的 请大家要记住 有这么一个CONF文件 那这个文件呢 CONF呢 Configuration 就是配置文件 那这个文件非常的有价值 这个文件呢 能够决定我们当前运行的这个Bitcoin 这个Bitcoin核心钱包 它是运行在一个正式网络中 还是一个TestNet测试网络中 那么实际上全都是由这里头的一个 一个一个属性值来决定的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值稍微一变 实际上我们的网络就发生改变了 等会我们再给大家来讲 那么实际上我们真正下载下来 为什么要下载那么长那么长时间 实际上主要的东西呢 就是去下载这个Blocks 目录下的这些DAT文件 这个DAT文件 大家能够看到名字 起的都是BLK 也就是Block的缩写 后面的是五位数字 第一个呢 就是从零开始 因为所有的索引下标是从零开始的 一直一二三四 不停的这么去加载 而每个文件它的大小 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都是134.2兆 那么我们真正的区块 全都是存在这些DAT文件 DAT呢 它就是DATA的缩写 DATA就是数据的意思 那么再来看 这个Blocks里头 除了这些DATA以外 除了这些 实际上大家能够看到 我这里头已经有106个了 但是就像我刚才启动 这个Bitcoin Call 这个核心钱包一样 这106个 仅仅还只是在 2011年或者更早一些数据 我们还有更多的数据 还都没有同步完成 所以大家就可以设想 如果我要是同步完成的话 我的这个BLK这种.dat文件 得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么接下来呢 再来看 那么对于这个里头呢 还有一个子目录 对于这个Blocks这个目录下 Blocks目录下 还有一个子目录 叫做Index Index呢 是索引的意思 我们打开这个索引目录 我们能够看到 有很多LDB 这种后缀的这些文件 那么LDB呢 就是LevelDB LevelDB呢 就是一个轻量级的 一个数据库 那么这里头 又有一些这些文件 每个文件呢 都是2.1兆 那么对于这种DAT文件呢 我们会在下节课的时候呢 会给大家进行着重的分析 因为一打开了以后呢 它里头全都是些 一些二进制的 一些字节流 这些字节流呢 我们是直接没有办法 直接识别它 但是呢 我们可以用石榴进制的形式 去观看它 那么通过石榴进制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里头大概包含的 都是哪些东西 我们等会儿 下节课带着大家去分析 一个一个的这种文件 那么这个索引 以及再来看 这个目录下 除了有一堆的 这个blockDAT文件以外 还有一些REV Revert这些文件 一系列的 跟上面呢 还都是一一对应的 我们能够看到 我们刚才是106个 这个也是106个 再往底下来看 我们还有一个 跟blocks同级的一个目录 叫做chain state chain state打开了以后呢 里头也有n多个 这种ldb 也就是leveldb这种文件 而这个文件呢 跟刚才我们的这个index里头的 这个文件的后缀 是一致的 而且他们这些文件呢 也基本上都是保持的 都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大小也是差不多的 那么这么四个目录 下面的这四种文件 两个 他们的文件后缀都是dat 两种呢 他们的后缀都叫做ldb 他们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呢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说一说 对于这个blocks目录下 我们可能有blocks 下面有一系列的 blk chain.dat 这样的一些文件 还有一些呢 以rev chain.dat chain呢 就代表的是五个数字 也就是五个 五个零到九之间的一个数值 那么对于这个blocks里头 这个blk.dat文件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区块链中 每一个区块 它真实的一个数据 这些文件 它保存了每个区块 它完整的一些数据 它保存在这个磁盘上 同时呢 不仅仅是供自己用来通过这个命令行 刚才我们给大家也展示了 钱包里头有一个命令行的 那么一个选项在帮助里头 那么我们保存的这些数据呢 就可以通过刚才的这个命令行 来进行查找 非常的方便 那不仅是供自己查找 那么节点 尤其是一个全节点 它至少还要有一个作用 就是它要提供给其他 正在同步的一些节点 它要把自己的这些数据 要同步给别人 别人在进行同步的时候 实际上有可能是访问 我们当前的这台机器 来进行同步加载数据的 那么对于这个 还有一系列的REV 五个数值.dat这种文件呢 实际上它的这个解释说明是这样的 希望大家呢 可以去看一看 这里头比如说BLK.dat的 它这个解释 那么对于这个 Blocks里头的这个REV.dat这个文件 这里头呢就说到了 this contain undue data 这里头呢如果我们要是想强行翻译的话 这里头包含的就些可撤 可撤销的一些数据 那么等以后我们给大家会讲解到 这个到底有什么意义 实际上这里头有些数据呢 即便是没有 实际上也是可以的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个index目录 index呢实际上我们做开发 大家都知道 就是指的是一些索引的意思 那么它这个index目录呢是在blocks目录底下的一个二级目录 它是区块索引的一个文件 该目录下存放的全都这些ldb也就是leveldb这些数据库文件 它包含了关于所有已知的这些区块 它的一些原数据以及它们在磁盘上的一个存储位置 那么我们的区块现在对于这个呃 当前我们的这个正式网络中 我们的btb这些区块能够达到有52万个 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全节点 把这52万个这些区块信息 全都保存在一个一个的这样的data dat文件中 那么保存完了以后 我们到现在怎么查找 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索引来进行查找的 那么如果啊 我们这些所有文件不见了 实际上我们依然也是可以查找出来的 只不过呢 它的查找就是非常非常缓慢的 它就会一级一级的从这无数个这个blk文件中 去寻找这52个区块的这些信息了 就非常的麻烦 所以说这个索引目录 实际上就是帮助我们这个比特币客户端 能够快速的寻找到 我们指定的这个区块的这个内容 能够快速的查找 而有的这一些信息 所以说它包含的是这些区块的一些原数据 就是最基本的 最根本的一些 那个那个 最基本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数据 那么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叫做chain state chain是链的意思 state是状态的意思 那么chain state里头 包含的也都是一些ldb的这些文件 那么自然大家一看到ldb 就知道了它里头也都是一些level db数据库文件 它表示的是一些交易状态 因为chain是链的意思 state状态 所以说我们要是翻译成中文的话 就是我们区块链中每一个区块 它的一个当前状态的一个数值 它其实呢 就是包含了所有UTXO交易的一些信息 UTXO就是ansbank transaction output 就是我们在进行交易的时候呢 我们要确保 我们在之前的课堂中 也给大家讲过这个概念 我们要是想确保一个一笔 比特币交易成功 一定要先验证 你的这个比特币交易的每一笔来源的这个资金 它是否是一个未花销的一个交易的输入 如果这笔钱已经是花销过了 那么如果它已经花销过了 那么这笔钱就一定不能再次进行消费 那么怎么样判断它是一个未消费的 就是它是否是一个UTXO这么一个交易信息 因为只有它是一个UTXO 咱们呢 才可以让它成为下一次交易的一个输入 那么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未花费的一个交易输出 一个交易输出才能成为一个下次合法的一个交易的输入 交易和输入和输出 我们在接下来的课程中会详细给大家进行解释 那么这对于验证交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只要判断它是否当前这笔钱是属于UTXO 也就是没花的没花的OK 那你接下来这笔交易至少你这个钱 它是允许你进行花的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UTXO用来保存我们当前的这个交易信息的话 理论上实际上是可行的 但是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从每一个输出中 要进行一次完整的一个扫描才能够判断出来 这笔钱它到底花没花 就会一级一级的去找 它这笔钱它的来源是哪 它到底有没有花 那么这个实际上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巨大的 就跟刚才这个索引没有了一样 所以这个索引文件以及这个ChainState文件 都是为了保证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查找 以及运行以及验证 能够非常的便捷 而出现的两种保存数据的一种 一个数据的一个格式 那么如果有英文比较好的话 希望同学们能够把这段的英文能够阅读一下 那么对于我们接下来讲解的 就是我们刚才讲解的这四种文件 就会有更多的一个认知了 那么接下来这个截图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保存之后的一个样子 那么实际上大家来看 在Bitcoin底下呢 就有一个Blocks里头有这么多的DAT文件 以及IEV文件 同时呢还有一个Index这么一个子目录 还有一个ChainState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真实场景中 大家也能够看到 我们在这里我先把它这个目录先关闭掉 否则太长了 我们能够看到 在这个里头呢还有一个叫做TestNet3 那么实际上这个TestNet3里头 大家一看也有一个Blocks 也有个ChainState 而这个Blocks里头也有这么多的BLK DAT文件 而且更多更多 而且在这个里头呢 也有一系列的IEV文件 也有Index文件 而Index文件里头也有LDP 大家有没有发觉 这就好像是跟外围的那个目录是重复的 那么等会儿在下解课的时候呢 就是在后面的课程中 我们会专门给大家来讲解 这个比特币测试网络的搭建 那要进行搭建测试网络的话 它就会在咱们的这个BTCoin 这个核心钱包里头 会测试出现一个测试网络的一些数据 那么这个测试网络的这个数据 实际上也会跟我们这个正规网络上的 正式网络中的这么一个公链的这个数据呢 也一样 你安装完了以后呢 也会让你把这些数据进行同步 只不过呢 这个测试网络中 它的这些交易的这个数据呢 就整个这个文件大小 比我们正式网络中这个文件大小 要远远的小多了 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整个完全要是把当前 所有测试网络中的这些数据 全都下载下来的话 大概是需要14个G的空间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不是就代表的是 我们当前我们这个测试网络中 我们的这个区块的数量少呢 那么接下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地址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比特币区块链的这个浏览器的 这么一个网址 大家能够看到 当前我们最后一个区块呢 是第52万0271个 那么再来看这个地址 大家来看这两个地址 我们进行切换 几乎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块呢 有一个红色的一个区域 给我们一个warning 也就是一个提示和警告 说 那么这句话呢 就代表着 这是我们的这个测试网络 第三个版本 那么测试网络中的这个比特币 实际上是没有价值的 那么再看我们当前的这些数据 实际上和刚才的这个 整个这个界面 除了那个红色的一个warning以外 其他几乎都是一模一样子的 从整个这个版式 但是再来看一下地址 这个地址呢是叫做blockchain.infer 这个地址呢 就是在blockchain.infer前面 多了一个testnet. 好 那么这个地址呢 就是我们的测试网络 我们平时要想去 进行比特币的一些交易 实际上完全呢 就可以去测试网络上 先进行练习 等练习好了 我们再进行到一个正规网络中 进行实践就可以了 那么平时对于我们做那个模拟 做测试 我们想进行开发 实际上都是在这个测试网络中 进行比特币的交易 那么这个测试网络中 这个比特币的交易呢 就是这些比特币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测试网络的 这个水龙头网站 去获取到这些免费的 这个比特币 那么就可以进行 模拟这个整个的交易 我们在后续的课程中呢 会给大家来讲解到 大家来看 这里头的这个比特币的 这个区块的这个数量 反而都到了一百二九万四千九百八十九了 所以测试网络中这个区块 实际上是远远要高于我们的这个正式网络中 这个区块的数量 那么为什么它在同步数据的时候 它只有十四个G 是因为我们每个里头的这个transaction 也就是每个区块实际上保存的这个交易数量 是非常非常少的 因为测试网络嘛 平时不是搞开发呀 不是搞练习的一些人 他不会来这个测试网络 去来做事情 而这个测试网络呢 实际上它这个每十分钟产生的这么一个区块中呢 它的这个保存的这个交易 非常非常的少 而不像我们的这个正规网络中 我们的这个交易 大家能够看到 每一个区块有可能保存的呢 都是几千个这个交易 所以呢 它的每一个区块的大小 实际上就是接近于一兆 因为我们之前的课程中 也已经给大家来说到了 我们比特币区块的这个 当时提到过它的一个扩容 就是因为它的每一个比特币区块 只给了一兆的大小 那么它只能存储的这个交易的这个数量呢 实际上也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有些交易 它里头的字节还是蛮多的 而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 大家来看 我们这个测试网络中 它的交易数量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我们的每个尺寸 大家就能够看到 能够看到 比如说像这个 它这个尺寸呢 只有1K 只有1K的大小 你看都是在几K左右 稍微大点的 才达到了40几K 那么正规网络中 我们这个大小呢 实际上就已经到了一兆 大家能够看到 这是一兆 这也是一兆 这个是0.8兆 这个是1.1兆 所以呢 这个每一个的尺寸的大小不一样 这也就导致了我们最终 所有生成的这些区块的 这个整体的这个文件的大小 也是相差 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给大家讲解了这些理论 那么等到下节课的时候呢 我们会给大家着重去讲解 每一个BLK 这个DAT文件 它里头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大家来看 我们在这里有些开一个头吧 我们如果要使用一种特殊的一种编辑器 比如说像这个UltraEdit 我们把这个文件打开 大家能够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能够看到的就是一些 你看事实上呢 应该打开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看到的就是一些 我们说是这是乱码也好 或者说是看不懂的一些字符也好 那么要是把它用16禁制来表示呢 16禁制呢 就是16禁制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 两位就是两位数值呢 代表是一个字节 所以这一排呢 是16个字节 那么实际上 我们的这个一个BLK文件 刚才我们已经让大家看了 一个BLK 这么一个DAT文件呢 有134.2兆 那么所以说呢 如果要是真正的 要把这个文件打开的话 是极其极其大的 因为一行 它在代表的只有16个字节呀 那么所以这个行号 能够达到 几十万行 才能够凑够咱们的这个 一百多 一百多兆的这么一个大小 那么等到下节课呢 我们就会给大家来分析 这里头呢 实际上代表的一些含义 那么我们就会拿着这个图 去一点点的告诉大家 实际上呢 不要觉得啊 这里头一堆 都是一些 都是一些16进制的一些 字节码 怎么看呀 实际上它是非常非常有规律的 那么等下节课 我们再给大家来分析 那么分析完了以后呢 我们还会给大家来说到了 有一个清洁的一个钱标 叫做MultiBit 这么一个清洁点 一个钱包 它的一个正常的安装 因为对于一个普通的用户来说 我们要是使用这个Bitcoin Call 实际上是非常不经济 不实惠的 我们呢 还是建议大家使用这个MultiBit 这个清洁点钱包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先讲到这儿 等到下节课呢 我们就带着大家去分析 这个文件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MultiBitcoin Call